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物价急升 反加价潮 现出一股新趋势 令香港人开始认识消费者的权益 变化中最难预测的竟然是人生 七四年 香港出现了光动一时的奇案奇事 令人即即清奇 原来变幻无奇不有 香港手中 银行劫匪 挟持人质事件 十一名人质被挟持十八小时 警方一度触手无策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和这个在金埔里面的戴头 是大家可以说讨价还价的 电视直播整个过程 更有记者同被图通电话谈判 你可不可以答应这一点 一定保证这些人质是安全的 案件封回路转 劫匪最终如何被制服 当中过程有多惊险呢 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旺角保生银行被一名持枪匪徒闯入行业 大批警员接报到场包围 匪徒协持银行十一名职员 与警方展开对视 发生件案的保证银行就位置这一道 陈恩健当年是旺角警署刑事征执总督察 案件发生时 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由于柴角里面有枪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叫伙计 叫对面的店铺全部关门 还有叫人不要在那里走来走去 疏散街道上的人 因为我们怕柴角是分分钟会决定冲出来 现在现场发生火拼的时候 是会伤害到无辜的市民 后来警方透过电话和匪徒通话 匪徒要求两部车逃走 接被拯救在银行里面 继续和这个外界警方对峙 局面还没有任何的特务的现场 当年 无线新闻 还将摄影机安在银行对面的大厦天台 作现场直播 创下最长新闻直播的记录 当时陈恩健代表警方 不时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们现在是跟他作一个持久战 我们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 因为我们不想 无论是那个戴图本人好 或者是我们警方的人人好 或者是里面的人字好 我们是不想有任何的人 是会受到这个伤害的 期间 记者和匪徒通电话 试探入宴的情况 匪徒竟然驱张声势 唯有几个同党 那你们事实上一共有几个人在里面 四个 那你们的枪是哪里找来的 去越南买的 去越南买的 就一共有几枝枪 你们现在 有四枝 有四枝 因为我们外颜主不会命 是 是 但是我们警方如果虚冲 是 就是 效果就不是一个负责 是是 应该是警方负责 是是 如果警方肯给我们一辆车 两辆车给我们走 是 就是我们命就清清由命 是是 走得了是我走 是 有不离给你 逐 给你赚 是你一个人 是是 对不对 情况将迟到深夜 警方都没有所行动 也没有答应匪徒的要求 究竟 有什么原因呢 我叫匪徒要求我们给他两辆车走 但是我们是没有答应他 因为我们想拖延时间 第一 是要 等里面的情况清晰一点 第二 我们也想找一个机会 能够突击 救出一些人质 那么 那时间越来越晚 眨眼就到了通宵 那我们当时非常之忧心 我们是很担心人质的安全 也是不排除随时他会冲出来 所以那个心情是非常之紧张 唯一开心的 就是在后面这间餐厅 因为那晚他竟然通宵营业 想都想不到 非常好生意 而光顺的最多 都是皇家香港警察 接近清晨 匪徒竟然有所投诉 经过18个小时的长久战 事件终于有突破性的发展 在第二朝 11点20分 银行协集突然打开 有两名人质冲出来 再有一名双手臂反绑的女人质 也成功逃脱 在一个女人质走之后 以后男人质也走出来 以后警方大量冲进去 我们看到他说 那个人质有一个大声叫 他说里面的人需要帮忙 现在已经有五六个警方人员 就冲出海了 现在其他人已经拿着枪器来解尾 以后现在捉到这个捷笔 他用衣服包着带走 究竟当时匪徒在银行里面 是怎样被制服的呢 原来全靠这11位人质 这十几个银行职员 被刹人用铁铅绑着手脚 连小便都不让他们去 只能够就地解决 或者用装银仔的钱箱来做小便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屈辱和折磨 他们能够让刹人稍微分心 稍微疲倦 用摺凳去袭击他 也有几个人质 当时又冲出来 告诉外面的警察听 这次外面的警察就冲进去 当时在里面已经在糾纏 然后我们加入去 就把那些质人制服了 而逮捕了他 幸好 这11位人质最后都平安无事 警方也将匪徒乘之于法 判监15年 当年发生劫案的银行 今天已经变成一间灯饰宝 至于银行旁边 为了方便警察 以通宵营业的一间餐厅 依靠存在 作为这宗结案的检验 没有人证 没有物证 没有杀人冻击 纯粹是科学减证定罪 李仲就在被列入围 香港十大奇案之一的 跑马地止盒藏私案 74年12月17日 一个电视机止盒 棄置在跑马地电车站老婆 一名清洁女工见状 打开止盒一体 发现来藏一具裸丝 死者是一名16岁的少女 遍玉婴 遇害当晚 曾向家人声称 去跑马地 约一位女同学见面 谁知 她和该女同学通完电话之后 就不知所踪 而当年负责调查这件案的 就是光头神探 贵牙 那她凭什么捉拿兇手呢 首先 根据藏私盒的拉函 推察空案现场 与尸体发现的地点距离不远 死者生前 喜欢到案发现场 附近一家雪糕店买雪糕 最后 将任职雪糕店的欧阳炳强拘捕 怀疑 女死者是因为入内买雪糕和遮电话 被人侵犯 她反抗 而惨遭杀害 欧阳炳强 曾经多次推翻政工 警方也对她三足三放 原因是案件无人何目击证人 雪糕店内 找不到女死者的衣物 更加没有发现女死者的耻目 那到底 警方是怎样将欧阳炳强定罪 就是科学隔证 女死者指甲留下的衣物纤维 和欧阳炳强西装上的纤维吻合 因而将她定罪 判刑当日 欧阳炳强大股冤枉 欧阳炳强 是否警方假如我的 我来到收买那两个女生人 欧阳炳强在狱中 一直声称冤枉 直到1997年 突然向福衡委员会承认杀人 加上她服刑期间 表现良好 还要是2002年获得假设 但案件仍然留有太多疑传 女死者指甲的纤维 只是和欧阳炳强上衣的纤维吻合 但是就找不到西裤的纤维 那雪糕店是不是空案第一欧阳 欧阳炳强不认又认 他是否真是杀人的审室 74年 除了有奇案 还有这种离奇事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僧 在这开谈作法 究竟发生什么事 话说 74年运输处总部 新搬到七三名车落成的美利道停车场大厦 之后 职员就不时遇到怪异事件 有传 两名女职员听到屡次 传出凄例响声 又有传 就被外籍高官 晚上见到毛头鬼出现 吓到职场找到 居查证 美利道停车场大厦 同在旁的美利大厦前身 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日军的形象 为求安心 港府请了来自佛教联会的一班高僧 去到运输处举行大型法事 超度网名 以你本人来说 你是不是不相信 你们运输处是有鬼的出现呢 这些很难说 因为这些确是有一些同事 是听到这些怪声 以及遇到这些情形 我也没有一个证据证明是没有 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有的 当年运输处处长 委扭身都有份上向 顾物论是否真的有力言事件 政府部门出现这么多 高增作法的情景 的确是非常罕见 今天 这座大厦 已经是政府其他部门的办公所在地 鬼怪之说也再无传出 大厦周边 也都建了多棟商业大厦 成为一个黄金地段 香港的夜景一天有名 五光十色的招牌够全吸引 不过在74年 被复夜景图突然变得暗淡无光 当时中东战争 产有过金温石油 引发六制间出现石油危机 能源短缺 为了折省电源 每一年 香港就曾经实施灯光管制 所谓灯光管制 就是规定广告灯色 只可以在晚上六点至十点半开 当年这个措施 以百货业和珠宝业最受影响 请问你 自从灯火管制作行了之后 你们的生意损失了多少呢 损失百分之二十度 至于珠宝公司的影响又如何呢 我们访问一间珠宝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些大烧柜 如果这些标影数来说不漂亮 变得损失了很大 日头一早希望放宽这个烧柜的灯 老友 琵琶街了 咦 那辆的士是全红色的 这辆就红色车身上有一条黄奸 哇 这辆就是银灰色 七十年代初 不同公司的的士颜色都有所得通 那什么时候车身才变成现在这样 上身银色下身红色呢 答案是1974年 当时的士有这么多种不同颜色 令到白牌车冒充的士非常容易 以时政府将的士画一颜色 杜绝这些事件出现 稳书处画 这个颜色配搭是比较冷暖 私家车车主应该不会用来做车身颜色 那的士和私家车就不会撞色了 加加加 电话费加 电费加 交通费到加 2月由麻地小轮加价 头等三等 一律加一号 3月港狗的士加价 起标价由个半加到两元 当年普遍市民的收入有限 例如普通警员入职月薪就有一千元 比上不足比下有远 日浪接日浪的加加潮终于激起民愤 决定群起反抗 5月大约4千名市民 在维远举行相反集会 反加价 反失业 9月 有青年在新浦江工业区绝食抗议 亦有人中火涉分 随后更举行以反加价 反失业 反抗敌 反贫穷为主题的四反集会 任你们怎么办 无量商人要加就加 港府找了个方法对付他们 这个被人五巴大红 还要被猛兽袭击的就是消费者 而猛兽就是奸商 74年 消费者委员会成立 当年消委会的成员名单 包括各个阶层 为什么有五位是家庭主婦 原来因为他们最熟悉市场物价行情 可以帮忙搜集有关资料 75年 消委会创立了第一份免费派发给市民的开物 叫做月报 消费者当时都是非常重视的 每一个月里面我们去调查10间不同区里面的超级市场 他们一男子的货品的价格是怎样的 哪一个最贵 哪一个最便宜 其实这些比较价钱的做法 在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 去到1976年11月 消费者委员会也正式出版了第一份他的刊物 就是选择月刊 物品价格受到监察 消费者便宜有所保障 香港人从此学会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我很高兴荣幸和光荣德这个奖 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担 也是一个挑战 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多谢各位的鼓励 1974年 原来已经有电视颁奖礼 虽然颁奖礼台上很华丽的报警 而且只是观乐今宵的节目一部分 不过依然吸引很多观众收看 其实这个颁奖礼是由香港电视集资主办 得奖者是由观众投票选出 1974年已经去到第三届 当年全港最受欢迎的电视男女艺员是谁 首先是女艺员金像奖沈殿霞小姐 我希望你们个个都好似我开心的那样 天天都笑口上开 全港最受欢迎电视男艺员 得到金像奖的是何守顺先生 引祝各位财运亨通 以武上面是有上武落 而且来年是连风物浮 物价是有落武上 多谢 1971年才正式是叫做亮相月盈光幕 那我很幸运 1972年我又拿到 1973年也拿到 观众觉得我也是比较谐虚一点 给我一个人情分 而且全台来说 艺员的数目都不是那么多 这几个人一出来 大家的街子航文都是很熟悉 都是很熟悉的 那就是在里面选择 就是这么大 当年还有一个奖项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设立了 第八位是全港最受欢迎 新闻天气及节目报告员 银像奖刘家杰先生 受欢迎不是我要板起面 沉着面讲的新闻 而是我咪咪嘴 陰陰湿湿笑的时候的新闻 当年举办的 最受欢迎电视艺员转举 规模细小 今天电视艺员选举 已经变成试探的班上来 是鱼圈一连一度的盛事 试低试后 更加被传媒大大宣传 但看各大候选者 差到逃亡压烈的情况 已经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戏 1974年之前 香港流行的粤语歌 大多是改编自广东小调 又或者是耳熟能长的国语时代曲 然后填上新词 题材多数环绕 老妹爱歌 痴心错父等等的内容 1974年 她的出现 改变了香港的流行阴谋 为两侧什么都肯制前世 装正书洒心危险无畏 出身至练番乐队的许冠杰 一直唱开英文歌 1974年突然破格观录粤语歌 原来当年 许氏兄弟见双声报喜成功 以示制作题材同样 讽刺香港事弊 灰鞋搞笑的电影《鬼马双声》 为了配合电影风格 上去就创作了这首 富有地道色彩的主题曲 《鬼马双声》的歌词 唱出香港小市民的心声 至于电影插曲《双声情歌》 歌词优美充满感情 一样对听 《心良谦》 《万里左隔上思爱莫变》 《离别妻孙今朝似未见》 《明日对花亦轻勉》 《鬼马双声》 初时只是推出小碟 谁知道大受欢迎 于是阿声 成细推出广东大碟 看回碟里面十首广东歌 有三首都是由许冠英作曲作词 原来当中有一段故事 《鬼马双声》 就是《鬼马双声》 《鬼马双声》 他们说 《鬼马双声》 吹山以晴梦 那時我有寫歌很有趣 Sam在旁邊錄音 我們趴在地上 整對聯花錄音寫 這個字是怎樣 然後寫在地上 這個字不行 又改過 是好玩的 當年還有另一股粵語過的風潮 是來自電視劇的 提笑音源劇中的女主角 是麥昌姑娘 所以順理成章有不少唱歌起 為怕歌里面 做心 情人 淚滿琴 愛因造縱 天葬行海裡 離合一切也有緣分 提笑音源 是仙道拉的第一首粵語歌 當時仙道拉一頭金髮 打扮時眸 由她唱出這首富有中國小調的歌 中西合璧令人耳目一身 歌曲盡得香港人的歡心 從此也正式興起 電視劇有主題曲的風氣 你扮音樂人 成功改變了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 你一年香港還有什麼改變呢 廉政公署成立 決心清除香港貪污的風氣 九年免費教育白皮書面世 答應人人有書讀 七四年 香港人決心改得更好 希望為香港的未來日子 打開光輝的一頁 接著是又好Internet 世界自由理演藝 之後是東張西幕 希望大家可以 一下子 寫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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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歌曲